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檢察官對律師執行搜查令並不常見 不過 4月28日 聯邦調查局FBI警察還是突然對朱利安尼 在曼哈頓的公寓執行了搜查 並沒收了他的電子設備 但卻對拜登兒子亨特·拜登的硬盤毫無興趣 現年76歲的朱利安尼是前紐約市長 在職時 在打擊紐約黑幫勢力上 攻擊卓越 尤其是曾經在911之後 因為領導力而受到高度讚揚 同時 他是川普總統的私人律師與多年好友 在大選期間 發起了亨特的電腦門事件 而在大選之後 他是法律戰的組織者 那麼這次對朱利安尼的搜查令 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根據司法部的指導方針 對朱利安尼這樣的律師的搜查令 需要司法部最高層的批准 外界估計 可能是得到了司法部副部長 麗薩·莫納科的批准 據悉 FBI一直在調查朱利安尼去年 是否作為未經註冊的外國人代理 從事非法行動 並試圖影響美國對烏克蘭的外交政策 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們還得從兩年前 所謂的通烏門說起 2019年7月25日 美國眾議院以川普總統和烏克蘭總統的通話 涉嫌外國勢力介入而啟動 對川普總統的彈劾調查 在這通電話中 川普總統希望烏克蘭總統 澤蘭斯基調查拜登父子和烏克蘭能源公司 相關的腐敗問題 3個月後 2019年10月11日 曼哈頓聯邦檢察官開始調查 川普總統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 和烏克蘭官員交涉的方式 是否違反了遊說法 這個調查的起因來自於朱利安尼的兩個助手 一個是烏克蘭出生的帕納斯 另一個是白俄羅斯出生的弗魯曼 他們曾協助朱利安尼會見烏克蘭檢察官 而在前一天 也就是10月10日 他們要離開美國的時候 卻被指控密謀非法轉移資金 給支持川普總統的選舉委員會 和多個禁逐聯邦和州政府職位的候選人 因而遭到了拘留 帕納斯和弗魯曼被指控了四項罪名 包括合謀、偽造記錄、在政治捐款上 對聯邦選舉委員會說謊等等 當然 這些指控都是表面的 實質的原因則是帕納斯和弗魯曼兩個人 幫助了朱利安尼調查拜登的兒子亨特的腐敗問題 自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 他們就提供了有關信息 並將朱利安尼介紹給幾位現任和前任的烏克蘭檢察官 還一起討論亨特·拜登的事情 對曼哈頓檢察官的調查 朱利安尼否認自己違法 當年10月12日 川普總統就對此發推支持朱利安尼 稱讚他是一個好人和出色的律師 並說 這樣一個獵巫行為在美國進行 非常可恥 批評了這種單方面的政治迫害 之後 2020年2月5日 針對川普總統的所謂通烏門的彈劾案 參議院以52票比48票判定川普總統無罪 不過 左派對朱利安尼的調查 並沒有因此結束 2020年夏天 紐約曼哈頓聯邦檢察官 開始調查朱利安尼在烏克蘭的商業活動 以及他在罷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 尤凡諾維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 有關調查由於使用的手法引起爭議 最終陷於僵局 之後 檢察官辦公室又回到調查的起點 至少是集中調查朱利安尼 沒有註冊成為外國代理人 因而違反美國遊說法律 根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代表外國政府或實體展開遊說的人 必須政府登記 目的在於提高透明度 不過 朱利安尼對此回應說 她從來沒有代表外國人做過任何事 並指責有關指控純粹是政治迫害 朱利安尼說 以總統的私人律師身份 按總統的指示辦事 而非外國代理人 所以不需要註冊 作為川普總統的私人律師 朱利安尼一直以來被民主黨指責代表川普 向烏克蘭施壓 要調查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及其兒子亨特 挖他們的黑材料 有知情人士透露 聯邦檢察官去年就要求搜查 包括朱利安尼的一些通訊記錄 但是被原司法部長巴爾擋住了 所以對朱利安尼的搜查一直沒有繼續下去 不過拜登上台後 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長 加蘭德加快了對朱利安尼的調查 根據左媒披露 如何調查及處理前紐約市長 總統川普的私人律師兼親密盟友 朱利安尼成了加蘭德的首要任務 這次對朱利安尼的突擊搜查 正是加蘭德宣誓就職17天後的第一個大動作 除此之外 拜登的司法部在突襲朱利安尼的同一天 還突襲了支持川普總統的前律師托辛 據稱對他們二人的突擊檢查 也是涉及所謂的違規遊說行為 和朱利安尼一樣 托辛和她的丈夫 前美國檢察官迪基諾瓦都曾參與了 川普2020年選舉的法律戰 這對夫婦也是被司法部指控犯有賄賂 和勒索罪的烏克蘭商人夫塔的法律代表 據悉 朱利安尼和托辛夫婦 都致力於收集拜登父子的烏克蘭腐敗證據 根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4月28日早上 FBI到托辛的家 但沒有進行搜查 只是沒收了托辛的手機 托辛的律師事務所說 他已被告知不是調查的目標 我們分析 這次FBI針對朱利安尼的搜查 其實是FBI的一個釣魚執法 他們通過收繳朱利安尼的電子設備 從中找出漏洞 從而構陷川普總統 甚至搞出第二次通污門 從而阻止川普的總統之路 4月30日 也就是在被聯邦調查局 抄家後的第二天 儒迪·朱利安尼 在接受Newsmax電視台的採訪 披露FBI所查獲的文件中 有一半涉及川普總統 事實上 2019年 FBI就入侵了他的iCloud賬戶 從他的iCloud上獲取了他作為川普總統 私人律師的9個月的所有記錄和文檔 FBI承認 那些文件裡有律師和客戶的特權信息 但他們卻要自己決定會使用什麼和不使用什麼 朱利安尼表示 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 公然違反律師和客戶特權的事情 這就是說 他們閱讀了所有的內容 包括律師和客戶之間的秘密通訊 然後由他們來決定是否享有特權 朱利安尼說 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川普總統的 事實表明 川普總統不享有人權法案 也說明 左派不僅是雙標的 而且還是無視法律的 如果他們這麼對待普通公民就會被開除 甚至被關進監獄 朱利安尼還說 這件事情已經兩年了 但他知道會有突襲 他有兩年的時間可以銷毀證據 但是沒有這樣做 因為這些證據可以證明川普總統和他 以及所有相關人都是無辜的 他還指出 他擁有的證據顯示 當局才是在犯罪 事實是 FBI的那一張搜查令是完全非法的 因為只有在能夠證明有一些證據表明 這個人要銷毀證據 或者是要帶著證據逃跑 才是獲得搜查令的唯一方法 朱利安尼最後表示 如果不認真對待 如果他們不受到制裁 美國就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了 他認為 司法部的行為完全是在獨裁國家才會有的 不過 針對司法部對朱利安尼的突襲 也有許多司法界人士認為 如果沒有找到任何證據 被富有司法經驗的朱利安尼反制 麻煩就大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